凤林镇公所今天下午举行防训演练 受到新冠肺炎影响 各乡镇市公所都缩小演习规模 但基本的灾民策离 安置仍在演练范围 虽然下着雨 但参与人员仍全力完成各项演练 镇长夏万龙表示 今天的演练过程当中 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虽然飘着雨 更能够让演习同仁 能够生力其境 相信在台风来临时的风雨状况 会比今天更加强烈 而透过了防灾救灾演练 能够检视各单位的防灾救灾能量 一旦真的面临灾害发生 可以迅速动员减轻危害 今天虽然有一点下雨 但是没什么关系 真正台风的时候 这雨比这个大 我想要做就要逼真一点 像我们这个真正是在灾害 那我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邀请民俊来参加 来管理 那我们今天下午 下雨 我们还是跟正常的 一样这样子演出 我们今年的演出 会比去年更好 那去年我们是拿第一名 今年我们是希望 能保持这样的成绩 来做好 花蓮这个灾害 是我们常态 虽然去年 一年没有台风而已 但是每年都会有台风灾害 所以我们花蓮人对灾害的意识 要提高 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不是台风就是大水 不是大水就是地震 所以我们平时要训练好来 包括了凤林消防队 凤林卫生所 凤林警分局等各参演单位 与凤林政工所同仁 以及长桥里民一起完成 包括了风桥演练 月体法 体顶堆包法 吊胎工包法 钢板窗工法 灾民撤离与收容等等 演练十分逼真 凤林政工所还准备了车辆 实际开入溪流当中 模仿民众受困车顶待救 而最后由凤林消防分队 动员橡皮艇 抛神枪等完成落水救援科目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